人氣話題帶您來關心 颱風季來臨了 內政部在今天也舉行防台準備記者會 特別的是 無人機也加入救災行列了 要展現大範圍搜救 紅外線熱顯向追蹤功能 當災害發生時 救災人員就可以透過無人機 及時勘察災區的樣貌 跟時間賽跑來救人 目前消防署 已經訓練了700多位無人機搜救人員 在孤島救災上 能夠發揮很大的效能 無人機垂直升空起飛 準備進行搜救任務 成功巡過遇難者 即便他驚慌失措 四處的隨意奔跑 搭載全新科技的無人機 依舊能透過鏡頭 即時鎖定民眾位置 消防署硬體迎來大升級 全新投入的無人機 搭載紅外線熱顯向儀 還有AI辨識追蹤技術 大大提升搜救品質 這款無人機為 美軍現役機種最高規格機種 要價100萬元 而在軟體部分 也不能落人後 防災資訊要精準 順暢流通 網路地圖上 清楚標示防災地點 還有急救相關知識 颱風機即將到來 內政部長劉士芳 要善加利用新科技 及時掌握災情訊息 並同步進行各項防災準備 白天的光線 或者晚上的紅外線 都可以用這樣掃描方式 定位到需要救災的人 無人機投入救災 縮減救難人員耗損 增加勘災效率 而防災APP的推行 更是要讓資訊能夠快速傳遞 降低民眾遇難可能 自救才能救人 醫療的訊息 災難的訊息 防救地點的訊息 如何求救都有 甚至有16種不同的外語 來做介紹 面對即將到來的颱風機 內政部積極戰備 做好一切防台預備 這回加入科技輔具 增強救難能量 也要強化民眾 防災警覺性 強化普羅大眾應變力 還有社會任性 謝謝三位 林昭閒 SMG小組 新美式採訪報導